疫情影响许多弱势团体咬牙苦撑 一项热心公益的桃园爱心联谊会得知桃园教养院的困境 集结地方散心人士的爱心做公益 并邀请桃园八间教养院400位憨宝贝 让他们也能有过年换难一心的气氛 感受社会的温暖 为了给桃园教养院的憨宝贝在岁末之际有过年气氛 感谢桃园爱心联谊会号召地方散心人士无私做公益 一大早就忙进忙出 准备了好多活动同乐 志工们更亲自为他们换上新衣服 今天我代表桃园教养院来感谢我们桃园爱心联谊会 陈会长以及带领他的团队 跟一些就是热心公益的企业来参与我们若是团体 桃园教养院年夜饭的一个赞助 今年刚好到岁末年中 由庆哥发起了这个活动 也响应了好多人 我们也想不到说会有这么多人来参与 我们都吓一跳但是我们的孩子是温暖的 尤其在这个当中来自于台北还有扬美 就体制中心的一些孩子都参与进来 也让他们倍感在这个寒冬倍感温馨 爱心不落人后的桃园会成会长无意间发现 教养院的憨宝贝经常缩溢结石 希望借由这次寒冬送暖的活动 帮助更多弱势团体 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就有一次在吴宇松就发现这些运生的伙食不是很好 都是一些稀饭然后配一些青菜 然后回去之后我就有一点舍不得他们 然后就号召了一些我一些朋友 举办这次活动有益检 然后有五龙五吃 然后有四百位运生 然后找他们一起来吃这个年夜饭 然后我请了这个青州市市 很出名的这个外汇 然后要办这一场活动 希望借由桃园爱心联谊会的抛砖引玉 让社会大众一起来关怀弱势 在过年期间也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林嘉静采访报道